有关网页的部分 当然我们如果说要把它做成静态的话 像刚刚那个网页 就是总共会有几个 相片欣赏的话 因为我们总共会有四张相片 那我希望在四张相片 这个还没完成 里面我希望要放的话 那致必就是说 我希望在这边做一个 能够上一页下一页的一个图 相片欣赏 那势必就是说 如果我用静态的话 那变成说我有四张图 那我跳过去 也许第一个就是第一张好了 第二张的话就是二十一 第三张就二十二 第四张就二十三 那总共会有 需要额外再产生另外三个页面 放在下面 一进来就第一张 再来第二张 第三张第四张 那当然如果你用静态的可不可以 可是小量的相片OK 但是大量的相片就不OK了 所以势必就要改成动态的 那动态怎么做 动态的话呢 就不需要额外新增那三张页面 你只需要在原来的页面上面 去处理就可以 那它的观念特别注意 就是我讲的 第一个 你必须在这个地方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地方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地方给它一个名称 因为如果你不给它名称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怎么样 让你控制它 因为你要控制它之前 你必须给它什么 给它ID哦 这个观念其实跟那个 在设计Android还蛮像的 Android不是拉那个 我们元件之后 上面都要给它的名称嘛 那透过名称 我们在程式设计里面 一样用5MU把ID去找到它 放在某一个物件里面 然后才去用它去处理它的事件 这观念有点雷同 只是说程式写起来的方式不太一样 那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静态的 如果是用静态的做出来 我给各位看一下 相片欣赏 它会有一个 这个好像有点 它会有一个切页的效果 如果你看到页面是有切页效果的话 表示它是什么 静态的 这个好像有点跑掉 那如果说你今天的话 假如是动态的 我修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是动态的话 那这边就会 这边有没有 你会发现我点它 它有没有切 它没切嘛 它改哪个地方 改中间这里嘛 对不对 那由谁去改 由它去改 它被触发的时候 那它就会去连结 某一个方选 就是某一个方法 那个方法主要用途就是 我要先知道 现在跑到第几张了 有没有 再下去就换下一张 换下一张 换下一张 就类似像这样子 上一张也是一样 上一张 上一张 那如何撰写 上个礼拜好像有跟各位讲过了 我把重点再提示一下 第一个 我们先处理哪些事情 一我先连结到这张相片欣赏 这个就不需要额外再多增加什么东西了 我只需要怎么样 修改几个地方 第一个 先把那个什么 中间这一块 一定要给一个名称 本来没有名称 名称在哪边改 在这里改 ID 等于book pic 那也就是说将来 这个地方 就是用 它的名称 去丢什么呢 丢这个 这个有一个连结 也就是从哪里呢 从这个image 从图档里面 去找到什么 找到一张图给它 在image室里面 我们现在预设是第一张图 就这一张 这一张 也就是说我先把这一张先放在这里 那等到它按一下下一张的话 动态的去把这一张 捞 放在这里面 把这一张给 change掉 再按下一个 再change掉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如果按上一张的话 那就一样 颠倒 一个往下 一个往上 就是这样子 如果到顶之后 再回头 就是这个 回到这边 这个到底 就到最下面 所以这样子逻辑 应该有那个概念就可以 所以第一个 谁显示 由这个显示 那谁被触发 这个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本来有个back 跟ness 这边有两个button 有两个按钮 那请特别注意 请各位一定要先在这边 做那个名称的设定 它叫做show ness 它叫做什么 show 这个应该叫什么 show prever 这个就是前一页 那这个名称 如果你有点忘记的话 其实可以从云端上面 我好像上个礼拜有帮各位截图 你们可以到那个 我们云端白板上面这边都有 云端白板的206app 那我这边都有一些细节上面 主要就是这个地方 第一个名称 名称在这边 back 然后这个是ness 这边 连结的部分 你打一个紧字 因为我不知道说连结到哪一个 我只是预设先给它一个紧字 然后PIC部分也是给它一个 所以总共呢 第一个 先在你的画面上面 先给名称 程式还没写 第二个的话呢 才来撰写程式 那撰写程式里面 各位要知道说 将来一定会有那个MVC架构 那这个有点像是我们的V V的话就view view看到东西 对不对 至少会有被控制的 click会有两个按钮 再加上中间那一块 显示image的地方 其实中间这一块有点像什么 一个image view 就放图吧 如果Android里面的话 是一个image view 其实那个什么 Visual Studio叫image 反正其实都一样 就是为了什么 显示东西 一个是当触发的时候 OK 那第二个的话 各位要思考 就是那个M的问题 M是什么 M是资料 资料也许有可能是资料库 从资料 这边我们跟资料库无关 我们会有可能有资料部分 就是说 我们会有图档名称 总共会有四个图档名称 那四个图档名称 当然你比较笨的方法 是建四个变数给他 比如说什么ABCD好了 那这样不好 最好是用什么 如果是有连续性的话 可以用正列 正列的观念 正列的话编号一定从0开始 所以我们可以把资料 放在那个正列里面 再来就是建一个index 这个index就是第几章 index这个变数里面就存 0123的一个数字 所以程式写完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下面这一段 不多也不少 大概是这些 里面的话好像 最后因为时间还蛮赶的 我们很快的 就讲完了 里面的话 大致上 各位要注意的就是说 它一定是放在哪个位置 请记住 你们连要贴 这个是可以贴的 可以复制可以贴 请你放在那个斜线 head上面 所以那个下面有一个示意图 贴的话 记得要贴到head的上面 你不要贴错位置 贴错位置可能不会work 然后呢 它一定是什么 Javascript开头 Javascript结束 有没有 这个一定是script language 等于Javascript 然后一个头一个尾 所以头在这里尾巴在这里 第二个做什么呢 这边有个钱的符号 这个钱的符号指的是 那个JQuery的物件 也就是当它怎么样 当它被启动的时候 当这个JQuery模板被启动的时候 然后呢 会去执行这个方选 特别是方选 就是一个方法 如果在那个 在无论Java或者JavaScript都一样 方选开头 如果后面没有传任何的参数 或者return什么东西的话 它就是一个方法 就是执行完 就不会return什么值 反正就是执行就对了 那后面一定会有个大刮壶 会有个结束符号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 这个刮壶是配这个刮壶 这个大刮壶是做什么事情 所以只要是看到大刮壶 在Java或者JQuery都一样 做什么事情 做底下的事情 什么事呢 帮我去做连接 连接什么呢 也是把那个 我们在画面上面 有没有 有个井开 井 这个就是Lumber 就是在画面上面 有一个取这个名称的ID 帮我做by的 by的是连接 连接什么 Click 也就是当你点它的时候 去执行逗点后面的那个方法 所以那个方法也会写在下面 所以有个方法叫什么 这个 这个是一个方法 对应到哪里呢 对应到下面 各位有没有看到 Function 这个方法 所以当我Click它的时候 会去触发这个方法 点它的时候呢 会触发这个方法 这个规则都固定了 所以以后呢 你如果要在 那个JQuery Mobile里面 做一点事情的话 就是类似这样这样的方法 那观念上其实跟Enjoy 就有一点点雷同啦 反正就是先设计好画面 再来思考什么 你的那个资料 那资料我刚刚讲 在这里 这边有一个array book 这个地方有个SRC 有没有 new一个array 特别重要 它的一定是new new的话就是在记忆体里面 配置一个空间 存放四个资料 这四个资料就是一个阵列 然后分别给四个字串 那在那个阵列里面 就会是用这个名称 刮胡 0 来代替这个 刮胡1 来代替这个 刮胡2 刮胡3 所以 将来那个 刮胡里面的那个数字呢 如果你变动了 那不就取得的 那个图档 也会跟着不同 所以0123这样子 那上面还有一个是 这个这个 取得 名称 这个名称 这个可能 这还有一个index 我刚刚讲 index预设值等于0 就是目前的那个 所影值 OK 然后 第几张图 那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他按一下 假设我们先下一笔 下一笔可能比较好理解 我们就加加 加加等于加等于1 然后在 如果他 这个index大于3 为什么大于3 就是4了 不就是已经 超过了正列 所以 就把它变成什么 等于0 就是从头开始 然后取得它的路径名称 路径名称 就是等于 目前的 整个串接之后的结果 那串接结果就是 images 路径底下 再把 假如说我今天下一张的话 是第二张 就把这一张的名称放过来 有没有这个正列名称 有没有正列名称 那记得 就是加一个什么 瓜糊 记得是中瓜糊 然后把index放过来 看index跑到第几个 那并且 在那个的atribute 它的属性里面 有一个source 把这个图档放过来 它就会change 它里面的那个图档 所以上一张跟下一张 道理一样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 那我就可以动态的 去做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我程式的话 基本上就是把它写在这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就贴到哪里 这边已经做好了 设定 然后再往上移动 把刚刚的东西 复制 贴到哪里 特别是要找一下 我是贴到 我把它切回程式 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本来这边没有的 本来到那个 这个本来没有 它原来是长得像这样子 那我就是从那个云端上面 把程式 从这边 到这边 Ctrl C 贴到哪里 记得找到那个head斜线 上面这边贴上 然后再切到分割好了 分割再切回到即时 这个时候 找一下那个相片欣赏 按一下下一张 会不会有可能 有没有 它就掉下一张了 掉下一张 有没有 那等到最后一张了 再按 它又从头开始 一个cycle OK 然后一样 这边 减减 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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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cycle 如果已经到负一的时候 那我就怎么样 又从第三张开始 就从编号三开始 好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这上个礼拜的部分 那讲完这个部分 等一下再来看意见回复 就是可以 当然我讲过了 用表单 Google表单最简单 可是问题是 你要怎么样 可以把Google表单 做出来之后 快速的再帮你迁入进来 以后点下去 它流了言 一样可以跑到你的 Google表单里面 然后你也知道说 有人有留言了 那你就上去看一下 看到了 有人留言了 OK 所以这边 我们等一下 你们先试着完成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比较适合就是 用在那个 如果你的图档数量很大的时候 那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以后可以抓一些范本 其实网路上 有很多类似的范本 反正你只要看得懂关键 你就知道怎么去修改 然后关系一定是 第一个开头一定是 有个初始化 就是去连结什么 连结画面上面看到的 哪一个ID是什么 当它被click的时候 做什么方法 那不见得一定是click 也许是当它被某个事件 所以你们可以查一下 JCMobile里面有很多事件 除了click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 那你把那个事件改一下 当这个事件触发的时候 那你就怎么样 那你就是去做后面的那个方法 那你要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资料 资料的话 你就是宣告 也许是阵列 也许是变数 那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去改变那个 也许你的那个资料里面的值 就可以换一张图 换一张图 这样逻辑如果通的话 那就可以很快地做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 在我们后面的范例也适用 因为后面我准备一个那个 我觉得还蛮实用 像Google Map 以后如果说你要把那个Google Map 迁入到你的App里面 像我其实还蛮喜欢到处跑的 那比如说我就规划一个行程 那人家点击进去 自动跳到那个Google Map 而且它可以自由地去看街景 放大缩小 然后看完之后回到清单里面 又可以看一下 我将来后面要去哪边 那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 其实旅游业 全部都可以 一个 其实导游出 为什么 你出去玩的时候 为什么不先把 像这样的App 先帮我做出来 做完之后我以后一看 点进去就可以知道了 对不对 很方便嘛 那另外的话 它还可以加上其他功能 甚至是可以加上什么 每个人的坐标 现在在哪里 然后将来可以帮你显示在 那个地图上面 那导游就知道每个人都在哪里 OK 那甚至可以双向沟通 我在哪里回报一下 那可以把清单列出来 可以再互相沟通 等等 这个我想 很多可以做的 那请各位先把那个 刚刚讲的动态的 这个相片欣赏 先完成 那等一下 也来看一下 那个意见回复 意见回复